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來到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是女生短髮 完全低層次 水平裁剪 今天用到的工具有剪刀 再來會有一把打薄刀 一把剪髮書 分區的夾子 如果你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先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教學準備開始 Let's go 這是今天的模特兒 那像這模特兒他頭髮比較細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側面 他髮尾啊 其實因為之前漂過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他很毛躁 然後包含後腦勺的部分 你的感覺這邊就是很扁塌 那我們今天會用三個步驟去完成這個造型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會完成整個長度的裁剪 第二層就是會做一點低層次的效果 然後第三個步驟就是修剪瀏海 在剪髮開始之前 我們還要先做 就是先把區域分出來 上面中間主要兩個區域分起來 然後從最下面第一個區域去做裁剪 分線的話會隨著頭型去做分線 那我們先摸一下他的枕骨點 他後枕骨在這邊 我們要往上 我們大概抓1分之1的位置去做分線 然後分線今天我用這一種夾梳 那從前額頭太陽穴位置直接分到 我剛剛說的1分之1的位置上 然後做一個平行的分線 分區上來夾著 然後你分線的話可以用前端 比較尖的那一個方向去做這樣劃分 這樣劃起來的線是很漂亮的 然後分的位置啊就會在他的太陽穴頂部去這一塊的位置上 分完之後呢我們再來分第二區 那我會建議大家分一個下擺的V型 就是從前面然後分到後腦掃 下沿這裡分一個大V的一個形狀 那從側面這裡啊 我們直接抓一半1分之1的位置 然後分到後腦掃 他會有一個斜下來的一個分線 然後這個髮型啊 分線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分得好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修剪 他的速度就是很快的 然後另外一邊順著這個線 然後分到髮際線我們保留這個1分之1處 好這樣就分好了 那可以看到他就是從頂部上面這樣斜下來一個V型的一個效果 好那我們現在啊 要先做一個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確定長度 會設定在剛好在脖子的一半 大概脖子中間的位置 然後他修飾輪廓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在做長度設定的時候 我們先取第一片頭髮 第一片頭髮的時候啊 我們就是這樣梳下來 然後手指頭都是平行的 這樣拉下來 剛好對到他脖子中間這個位置 我們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啊 我建議大家如果要保險一點 可以往下降一點點的 降一點點 然後再把這個長度去掉 好這樣第一片的導線就完成 我們所有長度都會因應這個長度去做一個修剪 第一片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梳子水平的這樣梳下來 然後看到第一片頭髮的位置的時候 後面直接順的這樣修剪過去 這時候呢就可以請模特 把他的頭低一點點把他脖子這一邊的線露出來 因為我們這次是完全零角度 所以可以用剪刀稍微貼著頭皮 然後這樣梳 梳子的背面去壓著頭髮 那順著他的輪廓去做修剪 這樣 這樣的效果 好再示範一次喔 梳順之後 用剪刀先貼著頭髮 然後再用梳子的背面這樣梳下來 然後水平的剪過來 這樣其實剪完了 他水平線是會很漂亮的 他會順著我們頸背的一個弧度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側面這樣的長度 這邊會翹一起來是因為他這邊 本身脖子脊椎這裡就會比較凸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梳回來 看到比較多的位置 我們再這樣再稍微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這樣就會有一個去掉這個角度的動作 那另外一邊我們也是同樣的操作方式 往下縮 然後到脖子中間這裡的位置 然後確定好之後 去掉這個長度 然後這個時候很重要喔 我會建議大家把它轉到正面 看一下鏡子 兩邊的長度有沒有一樣長 現在這樣看 就是這邊比較長一點點 再把這個長度修掉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長度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兩邊的長度都是一致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像這樣的感覺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一樣來做銜接 做銜接的時候啊 我們剛剛用梳子水平的梳下來 梳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我們前面剪的長度 這邊是後面的 那我剛剛說過 梳子壓下去 然後直接對著前面的長度 做修剪 把這個長度連接到後面去 那後面最後這個區域啊 把頸背這個部分我們梳順 梳順之後用剪刀的刀背壓著 然後用梳子的梳背壓著 把多餘的這一塊稍微去除掉 好去完之後抬起來看一下 這樣梳下來 看有沒有多餘的角度多出來的 如果有稍微修掉一些些 如果沒有就是OK的 好這樣第一層的長度就完成了 好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常碰到肩膀的關係 這個長度這一塊一定會翹起來 所以我們長度確定之後啊 這裡要做一個簡單的去角的動作 後腦罩這一塊 去完角度我們外輪廓放下來 它才不會是這樣翹起來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去角的動作 把後面這個角度稍微去一下 那等一下外面放下來 都直接做水平修剪就可以了 把這頭髮直立分線 稍微往外拉一些些出來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多餘的角度 有沒有看到 然後把這角度去掉就可以了 看好像這樣去掉 去掉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會去影響它後面膿部的容易翹 梳起來 可以看到這裡多一個尖尖的 那我們平著這樣修進去 好然後去角要去哪裡呢 就是去後腦罩下來的這一塊就可以了 其他不要動 因為動的話它就會變缺角了 所以這邊是很多新手會犯的錯誤 這邊不用去 只要去後腦罩下面這一塊就可以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第二層的一個 第二步驟的一個修剪 那現在做第二步驟它很簡單 是你只要跟第一個 第一層剪往來長度做水平連接就可以了 好那後腦罩這一塊啊 因為我們下百層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要做水平修剪 一般來說都是像這樣 這樣直接剪 那就是一個平行線 但是如果要這樣剪的話 你還要再拉起來去做去角 所以我做的方式其實是最快速的 就是直接直立分線 直的分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做45度低層次的提拉 你會看到這邊有我們原本剪掉的頭髮 那這邊是它長的對不對 那我們就直接低層次喔 聽好水平的拉起來 我們直接平的切下去就好了 就像這樣 垂直分線 垂直分線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只要把它 拿出來 然後有看到它這邊 我們就直接平的切掉 這個頭髮連接到髮尾這個部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好然後在剪側面的時候啊 梳下來 平行修剪 像這樣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平的分下來 然後水平的剪過去 這樣 順著內層剛剛修的長度 就做修剪 好了 可以看一下 這樣兩側的長度 其實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包勃的長度短髮 它就是比較硬線條的 那種垂直分線 好最後一層的修剪方式啊 兩邊都是一樣水平修剪 然後後腦掃的話 我一樣會直立做修剪 現在剪最頂部這一區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水平的短髮 所以這裡跟兩側的長度 最簡單的方式 就直接水平修過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請模特兒頭低一點點 然後梳下來 手夾著的時候 壓進去 壓進去 這樣 水平修掉 這樣它起來的水平線就很平 然後另外一邊 這裡一樣 梳著 然後手指頭夾著 然後壓在它的脖子 然後把它多餘的長度去掉 這樣 好那我們到側面喔 最重要的側面 一樣分耳朵前面跟耳朵後面 從耳朵的正中間分線 可以看到這一條線對不對 我們就梳子梳下來 然後順著我們剛剛剪的位置 做一個平行的剪裁 用寬梳梳梳下來 手指頭夾著 內層這裡做連接 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整個長度都修剪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現在長度的感覺 如果你剪到這個步驟 大概完成度就有80%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後腦罩部分 雖然它都是平的 但你會覺得這一塊特別的重 那我們現在要做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做髮尾的一個修飾 就是讓它的柔和感再好一點 我們現在剪的就是後腦罩的位置 我們把頭髮垂直 拉起來 這樣梳下來 提拉出來 那我們在髮尾這裡做一點點檢的修飾 點檢我們再做比較深一點的 深一點點就像這樣 1 2 3 4 5 就是在髮尾這裡有一點 讓它有一點缺口 有一點這樣 尖椎形的缺口 然後比較深一點 讓它放下來 整個柔和感就會比較好 就不會一坨一坨的 因為在這邊是因為整個重量都堆積在最下擺 所以你會發現它很重 那我們輸出來 然後從這裡 1 2 去做一點缺口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那種深點檢的輪廓 這樣梳下來它就會有長油短對不對 那它放下來 它這邊就會變得比較柔和一點 好那我再慢動作給大家看一下 梳出來 然後把它翻出來可以看到頭髮 那我們就是在這裡 你再覺得比較厚的地方稍微直立的進去 調掉一些髮量 那外面的這一束請不要動到 因為這是最外面的輪廓 好都好了 我們再來做內層的打包 這次我使用的是這種打包刀 它的打包量大概在15%的打包量 它現在厚度都在內 裡面堆積著 那我們最簡單的打包方式就是水平分上來 那我們看到內層這裡 我們只要拉兩塊這兩邊頭髮最多的地方 稍微拉出來 然後由內往外 123 123 123 之前教過的3.4打包方式 然後在這裡 一樣提拉出來 123 123 123 好 這樣它內層的輕盈感就會比較好了 那我們再放下來 再來一層 把上面這一層分起來 中層這一塊 我們要調的地方 就是中間跟左右兩邊 那中間這裡 稍微拉起來 提拉出來 然後123 123 123 好 然後 再來這一塊 然後再來這一塊 跟這裡 好 這樣整個長度就完成了 現在整個完成之後 我們就來剪最重要的瀏海了 這一款瀏海啊 它的分區啊 不用到很大區 因為我們並不是要剪妹妹頭那一種 很厚的瀏海 其實我們今天要修的就是輪廓修飾 我們分區的時候啊 在這邊分一個三角形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樣有一個三角形的分線出來了 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直接往下拉 拉到大概在眼睛跟鼻子的中間這裡的位置 然後去做修剪 這樣 它剛好在鼻子上方 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再從旁邊 分一條 旁邊分一條線過來 然後順著 我們剛剛修剪的位置 這個區域 拉過來 然後這邊是我們剛剛剪掉最短的地方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平的 拉過來 勢必這邊會短一點 這邊會長一點 我們直接把這裡做連接 接到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一片 另外一個反方向做提拉 好 兩片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再來換另外一邊 這裡一樣分一個斜線 然後對著我們剛剛剪的中間的瀏海 然後往反方向提拉起來 然後做連接 然後這裡也是 然後再分過來 一點點 然後再做連接 好了 那我們再去把它吹乾 我們剛剛噴濕完 剪完第一區了 對 剪完第一區之後 我們再把它都往前梳 把剩下的瀏海 再做修剪 然後前面的瀏海 是不是修剪 長度確認了 確認之後呢 我們就去把它稍微 從中間這裡 兩邊撥一下 去把它長度稍微撥出來 那你就會看到它 中間的長度在這邊 那兩側的長度 就在這一塊了 我們先把這邊比較多出來的長度的頭髮 先連接起來 好 連接完了之後 我們再從這側邊 這裡去做柔和度的修飾 你會發現這邊是我們剛剛修的 然後這邊是比較長的 我們直接修一個弧度上去 一個這樣的弧度 讓它可以剛好去修飾 就是它的顴骨這個的位置 然後另外一邊 這裡一樣 先把長度做連接 把這個長度 多月的長度修掉 修掉之後呢 把它往後塞耳後 然後這一塊 往前梳出來 好 這個瀏海呢 我們就是直接水平的往前梳 你會看到 這是我們剛剛修的長度 然後這是它比較長的 我們就直接把它順的斜度這樣接上去 然後再分過來 你就會看到一個 它剛好會去做一個顴骨的修飾 那這個剛好去做一個下巴兩側的修飾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樣的效果 這樣瀏海修完了 它的臉型修飾也好 好 那我們今天教學到這邊又結束了 那可以看一下造型的一個完成品 它的長度啊 就是這樣一個水平的長度 另外一邊 像這樣 都是比較平行的 那我剛剛幫它造型做了一點點直立的 一個外翹的感覺 這樣的話 它起來的感覺是比較銳利的 然後比較有個性感的造型 後面的話你會發現 它的後腦勺的膨度 就調得比較上來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塌的一個效果 然後側面也是一樣的感覺 像這樣 一個水平 一個長度 它這種就是我們說的凌層次短髮 然後包含今天幫它做一個瀏海的修飾 你有沒有發現它臉型瞬間縮小了很多的感覺 因為這就是臉型的修飾的效果 所以其實簡短啊 你很注重的就是它瀏海的輪廓線的一個修飾感 好那我們現在來重複一下這一顆的一個減法流程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頭型這裡分一個區域先夾起來 從額頭線分到頭頂 然後再來分耳朵上面這裡分一層V型 一個下擺層的V型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先把耳朵這裡兩側的長度先決定出來 然後到後腦勺這一塊 都修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第二層放下來做修剪 再做一點柔和度的調整 就是深點檢跟內層的打薄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瀏海的修剪 那這樣就可以完成這一款髮型了 今天教學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這影片的內容跟技巧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這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一一回覆 如果回覆不了的 我會在耳外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喔 在這邊會附上我的IG和FB 這邊會有的LINE跟微信 想要做詢問或者預約 都可以在以上這幾個方式聯絡到我 那我們今天教學影片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